桃園市政府邀请在地青年设计团队展现创意 设计国庆主事决和文创小物 市长张三振表示 今年桃圆的国庆相关活动 将会看到更多国旗飘扬 也要让年轻人有发挥创意的舞台 桃圆市国庆月主事决 邀请在地青年设计团队参与发响 并在桃圆设计库举办设计连展 市长张三振感谢年轻人展现创意 也希望在国家庆典 看到更多年轻人的多元创意 这些图案意象跟小物 我们市府各个局处 会在将来很多跟国庆有关的活动上面 会广泛的运用 我们希望说今年的国庆让大家感觉 第一是我们国家的生日 国旗常常可以看见 第二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年轻人的创意 会变得欣欣向荣很不一样 六组在地青年设计团队 以国旗为核心 设计出具有国庆意象的主视觉 设计诗项主名 更将文化意象的概念 设计在满源绽放的作品当中 桃圆自图以来就是一个文化会基地 然后包含我们有各家里面人 然后原住民族 还有就是新住民朋友等等 那在这个文化交集融合的一个 土地上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就是不断的繁荣新盛 然后平放的绽放自己的旺旺 青年局希望创造出更多舞台给青年设计团队 让他们的成果被更多人看到 这一次为什么我们在设计我们意象之外 我们有设计小物 主要是要庆祝国庆 那这些的职人是我们创职人 有一些是进驻我们团队 有一些是曾经进驻我们团队 也是我们一些青创团队 我们透过他们一些展示的产品 可以透过这个国旗的意象包含来庆祝这个活动 让它的产品可以露出 也让所有人民知道说 原来我们这些东西可以做成国旗的意象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可以跟他们采购 国庆主事决设计连展在中立新民市场桃源设计库展出 展期到10月10号 青年局也邀请公部门或者是企业行号 与设计团队掐谈授权合作 让在地文创职人的创意可以商品化